育儿的分歧,成长的误区到底谁对谁错 2016年一时,平安365携手育儿专家郑玉巧为您答疑解惑 敬请收看平安365元旦系列节目《成长的烦恼》 你的宝宝缺钙吗? 我女儿就缺,小的说缺钙 我老公他跟他小时候也是缺钙 为什么让他缺钙呢? 宝宝缺钙会怎样? 生了一个绣针的孩子 这孩子的健康已经被你糟蹋了 给我们吓他呗 各方观点,究竟谁对谁错 然后就给他补补补骨头汤 那骨头汤根本是补钙 虾皮儿行吗? 这关键虾皮儿你得吃多少 平安365特别节目《成长的烦恼》 育儿专家郑玉巧为您讲讲补钙的那些事 今天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百八十天 我已经八公斤了 妈妈说我应该能坐起来了 我已经很努力地坐起来了 坐起来的感觉真不错 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可我总也坐不稳 妈妈在一旁给我加油 可我真的好累啊 妈妈说我的身体里缺一个叫钙的东西 给我吃好多好多东西 可是我没有在吃的东西里找到钙呀 欢迎收看平安365特别节目《成长的烦恼》 大概就是在整个孕期到哺乳期 我们的每一个妈妈都变成了一个化学家 每个人都可以背出很多平时用不到的原始 氢害理皮蓬炭蛋 到底你的宝宝是不是真的缺了某种元素呢 怎么去判断我们应该怎么补 今天我们有两代的妈妈来到节目中 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来欢迎王丽云老师 欢迎您 我现在是奶奶 奶奶姥姥辈 奶奶级的人 那您那个年代有没有听说过什么 这个孩子缺铁 缺 我女儿就缺 小的时候缺钙 哎呀又哭又闹 我怎么弄也不行 后来抱她去儿童医院 然后医生说她缺钙 就开始那个打钙针 打钙针 就打那针是钙不钙的 然后确实打上就好了 就不哭不闹了 今天的妈妈就会遇到更多这样的问题了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三位辣妈 首先欢迎胡可 这可是两个宝宝的妈妈了 扎安娜 还有短片当中 这个可爱的宝宝的妈妈 邹嘉怡 那么胖乎乎的 怎么会缺钙呢 谁跟你说的 我觉得她总是比别人家孩子瘦一点 哇 你还觉得她是吧 那你怎么给她补钙呢 吃那个钙美心啊 然后或者是那个吃点虾呀 它现在天腐蚀了嘛 耳眼所有一种钙叫复合钙 那一种吸收特别好用 还补过什么 小葫芦 小葫芦 小葫芦是什么 小葫芦就是一口心啊 一口心啊 还有什么挪威小鱼啊 嗯 这个我知道了 对 还有挪威小鱼 包括我自己都担心 因为是如果她缺了这些东西 她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 我们有个图片 大家来看一看 缺钙 牙齿和骨骼生长发育会受到影响 对吗 这个是厉害的 生长直缓 身高不高 对 比别人家的孩子低 对 小矮贵可爱了 小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团的 她父母都比我 她妈妈到我这 她爸爸到 车小的爸爸这 然后她孩子比 就一样大 她孩子比我女儿高出这么多 哎呦 我都不好意思 来人说说 王立云 你瞧瞧你们 夫妻俩生了一个绣针的孩子 特别爱做第一排 特别不好意思 然后就给她补 补到 还有什么生长素 实际那就是钙 一直到高三才开始长歌 焦躁不安 请不集中来哭 对 这也会 然后 勾楼病 方老壳 还有O型腿 X型腿 这样或者 这也会 会 鸡胸 会会会 薛盖会鸡胸 会会会 我们今天请到了 大家非常喜爱和信任的 郑玉乔老师 来我们首先掌声 欢迎郑老师 大家 大家好 欢迎 郑老师一上来 我特害怕 因为郑老师基本都是把我的全否定 对不起 我应该反过他 王老师 宝宝缺盖有哪些表现 也就是哭闹 我这孩子那么难带呀 缺大了 就属于疾病了 我们应该如何防止宝宝缺盖 你要先预防再掀嘛 我们应该把住这第一关 你有个感情的 平原三位王 特别羡慕 成长的烦恼 更多知识 精彩继续 如果在后边听的时候 我好惊讶 这些妈妈已经非常 把那个化学的这些合成的 说得很流利 个个都能得诺贝尔化学 个个都知道 家长担心的是说 缺盖会影响骨骼牙齿的发育 生长直缓 身高不增长 但其实是有些表现的 其实呢 我想在这里边 也想跟这个嘉宾和广大的父母说一声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缺盖的这个问题 我们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生理性的缺盖 生理性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我摄入不足 那么盖呢 它还得摄入进去 它还得吸收啊 这叫生理性缺 不属于疾病状态 等疾病有缺大了 就属于疾病了 那么还有一个极个别的情况 是疾病的状态 就是说 由于肾有问题 它不能合成 把那个维生素D 变成活化的D 肝也有问题 这是一种有 比如说 十万分之几的发病率 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一旦你发现这些缺的症状了 已经是后遗症状 就是说 如果你出现骨骼的 由于缺盖的表现了 最短也是四个月以前的事 对 那还是家长的问题 对 就它已经缺到这个程度了 它就完星腿了 欧星腿了 方炉了 这孩子的健康 已经被你糟蹋了 王老师 那您那时候说 吃了小缺盖 是怎么检查了 他是 哎呦 怎么检查 我都忘了 反正就是哭闹 我说这孩子 这么难带呀 他表现了 我老公 他说他小时候 也是缺盖 也就是哭闹 那孩子真的缺少什么东西吗 他有一些信号 刚刚说到骨干 怎么判断 其实特别重要 对 你先不用考虑 这些缺盖的情况 你先问问你自己 你给孩子提供的盖原够吗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 最后我们把它注意力 总是要擦它缺盖 要擦 你为什么让它缺盖呢 其实我们应该 把住这第一关 对 我有一个问题 就像 因为刚才张老师讲了 就是你 你要先预防在先嘛 你要保证 比如每一个月龄 每一个年纪的小朋友 他每一天要摄入的 这个盖的盖源是足够的 基本上就不会缺盖 所以我就想 请张老师告诉我们 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小孩子 每一天应该 摄入的盖的 需要多少 一般的半岁以前 也就零到六个月的孩子 他每天需要 三百到四百毫克 对 你可以自己做高的 因为跟你的儿子都大 对 那么七个月到十二个月 这就是后半岁的 他是有所增长了 需要六百 一岁以后 一直到他这个三岁 也就是这个整个幼儿期 那么他需要这个六百 甚至会有 中间长得特别大的孩子 需要到八百 但大部分六百也基本能满足 就他没有太明显的盖的增长 那么到了学龄前 甚至到幼儿 他基本上就是八百到一千二 这是根据他的这个生长 发育这孩子的需求 有人也吐槽说 骑了怪了 我看着挺好的 怎么到医院一检查就缺钙 一检查就缺钙 对 到底对于这个补 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概念 张老师 我们都知道 婴儿是纯乳期 为什么 因为婴儿需要快速的生长 我们知道 生育来才五十 很快 一年就长到七八十 对不对 就他很很快的 那这个过程 骨骼的增长 我们知道是大量需要钙的 所以呢 但是奶是什么 高钙食物 它属于高蛋白质 高钙 高脂 高热量的食物 这样的话 你看人类多么聪明 会伟大呀 妈妈就通过乳汁 把这么样的白花花的 含很多钙的东西 给了孩子 让孩子很好的去成长 你有那大天地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六个月 零到六个月的孩子 他每天需要 三百到四百毫克的钙 我们以最高的量来计算 四百毫克的钙元素 那么四百个毫克高钙 是什么个概念 一百毫克的奶 母乳和配方奶 都是这样的 含五十五到六十毫克的钙 一百毫克的 对 你这样的就知道 他吃多少奶 就能满足这个钙的需要 这你就能很能说 那乳汁里的钙的吸收率呢 大部分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就有个吸收率 那我们再谈个药物的钙 孩子如果一个婴儿 六七个月到十二个月的孩子 你给他补充 一百五十毫克的钙元素 这个孩子的胃已经 复合到极限了 再往上高 就很难了 消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给他补的时候 一般的钙元素的吸收 就这种化学钙 生物钙 我们吃的这个 它的吸收率偏低 从这个专业上讲 一般都是在 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九 这样的一个吸收率 所以呢 你算一下 一百五十毫克的钙 吸收百分之三 按高的三十四十五毫克 那么四十五毫克 跟他每天需要 四百毫克的钙 来比的话 你 如果你靠钙元素来 满足他这个钙的需要 你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保证乳 那么母乳未养的妈妈 就一定要自己 直到乳汁的钙 所以你要补 以前我们如何补钙 最早我们都不懂补钙 他们告诉我们 要多吃豆腐 说那里有石膏 现在我们怎样补钙 骨头汤 骨头汤不如牛奶 刷起骨头可以啊 得到了这么多 混乱的知识 成长的烦恼 育儿专家郑玉巧 答疑解惑 精彩继续 所以刚才讲的话题说 孩子缺钙 谁应该补 妈妈 妈妈 你要吃高钙的 对啊 你们补了吗 很多妈妈 母乳自己 母乳未养 自己不补 要给孩子补 骨头汤不如牛奶 对 骨头汤最好 可我特别讨厌牛奶 所以我就狂喝骨头汤 你认为喝骨头汤 能补钙是吗 对 黄老师 你吃这个 黄老师 那骨头汤根本是不补钙 对 它只有那脂肪 对 你如果要是说 我每天吃一天吃鸡 你吃一粒钙 就相当于那骨头汤 你得喝十盆 对 还得不够 牛奶 是不是 我不是都喜欢说牛奶 黄老师 真正像了 转过来了 牛虾皮 其实就 哎呀 真不容易 我一口 刚刚黄老师说的 对 你骨头汤 骨头的 骨头是有钙 你煮 你把那个 那个 那钙煮融化了 你煮融化了 所以呢 有原事 要煮骨头 光吃骨头可以啊 那就是说 吃骨髓 吃骨髓 那就是说 煮盖 就是按四个小时 一次我煮盖四个小时 第一次的时候 发现里边汤里边 盖的含量微乎起来 没有 就又煮一次 发现 哎 有一点了 又煮第三次 哎 有一点了 煮第四次 还算有了 你们补盖还有什么 虾皮行吗 虾皮能补盖吗 我 骨头汤能补盖吗 虾皮你得吃多少 它才能补盖 虾皮确实含钙量高 比如说 100 能补盖 不是 100毫克的虾皮 含将近90多毫克的钙 但是你记住 虾皮它的咸度很大的 如果你要是说 我通过虾皮来补盖 那你得吃多少 所以你会很少 还有什么呢 牛奶 对 牛奶 牛奶 奶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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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吃钙片也不行 胃就特别疼 特别难受 特别难受 不是 我跟你说 郑老师 我吃钙片只要控腹吃啊 一吃我就要吐 它会不行 不是那个铁 我听他们说 吃钙片一定得嚼了之后 才能吸收 所以一定要嚼碎 所以我每次吃钙片的时候 很痛苦 一边吃一边嚼 我特别奇怪 你得到了这么多混乱的知识 是从哪儿的 那你觉得嚼碎了 再吃进去 胃就不舒服 真的好吗 不是好一点 我听说吸收的好一些 吸收的好 不是舒服 我觉得胃会比你的牙 会研磨得更碎 当你去钙的时候 你需要很大量的水配合 一个是钙才能裂解 形成元素 吸收 出现对你这个减少你的刺激 也减少你的便秘 王老师 您那个年代 比如说缺钙了 你们都会有什么方法去补呢 最早我们都不懂补钙 我不到40岁的时候 脚老抽筋 不知道为什么 缺钙 实际是缺钙 你们怎么补过 多吃豆腐 他们告诉我们要多吃豆腐 说那里有石膏 后来他们就直接吃橡皮 是不是 还不都吃卤水了 那里有石膏 要多吃豆腐 后来他们说 我说你医院的豆腐不能买 他们那个都是什么大石膏那种 给我们下的 有的妈妈会 妈妈要补钙 我说正在我这个孩子 如果要缺钙呀 补多少钙呀 怎么的 王老问 我说你是纯木鲁胃养吗 OK 是的 我说那你补钙了没有 愣了 我补一点 我还补了点好多维生素 你看跟钙没关系 我说那你晒太阳吗 就是这哪能跟孩子 哪有时间出晒太阳 那你吃了一地吗 补充就是促进钙吸收的 那用我吃吗 带我孩子吃啊 记住两件事 就是钙和地 这两个是缺一不可 那还有钙是需要温素地 才能参与 才能去收入 对了 原不够也不行 你钙房子没有原材料 原料不够也不行 工匠不够也不行 没有工匠能行吗 所以那正好是就是夏天的时候 如果孩子下太阳差得多 是不是就不用补 对了 它通过皮肤造色产生这股化成 那也就是说 一年四季都要保证钙源 但是维生素地就是夏天 如果晒太阳多就可以不用 你就是冬天 如果你要是特别好的 晒太阳时间 也可能让比如 这孩子耐寒锻炼很好 不是 郑老师 他是不是直接要晒到皮肤上 才能那什么 如果那手的棉衣 那就不行了 很薄的衣服也没有关系 就只要不当紫外线的 我通过虾皮来搏 那你得吃多少啊 你吃一粒钙 你就相当于那骨头汤 你得喝食盆 他们告诉我们要多吃豆腐 说那里有石膏 后来他们吃了 眼前这一幕发生在青海省海南州 2015年11月7日 位于海南州京葬公路上 一辆拉载货物的棒挂车 由于路面结冰 导致车轮打滑发生侧翻 车头翘起六米多高 驾驶室内两人被困 海南州公安消防支队的救援队员到场后 立即架设拉梯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你手抓好 经过十分钟的努力 救援队员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再次平安365提醒各位司机朋友 雨雪冰冻天气上路时 应减速慢行 切勿蒙踩刹车 以免发生车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